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,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在《丽的电视》的时期,1977年,张国荣加入《丽的电视》,其后参与多部电视剧演出,作品包括《岳鱼类》、《碗花洗剑绿》、《对对虎》、《甜甜24味》等,这段时期的代表作熟长篇电视剧《浮生六劫》,其收视达四成八。 1980年,凭值香港电台电视短剧《我家的女人》,获得大英国协电影电视节最佳表演奖。 张国荣初登银幕,1980年代初期,他参演了一系列青春偶像派电影《鱼鹤彩》、《柠檬可乐》、《烈火青春》等,多为叛逆不羁的角色。 凭着这些前为不羁,反叛旦进肖的形象,渐渐受观众欢迎,为他日后成为巨星打下基础。 1982年的《烈火青春》,为他赢来了第一个金像奖影帝提名。 这部电影,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,和金像奖评选的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之一。 《张国荣的斩路头角》,1984年,张国荣主演无线电视剧集《龙本多情》。 1986年,主演了吴宇森执道的电影《英雄本色》,饰演警官宋子杰。 1987年,他凭电影《英雄本色2》,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。 童年,主演电影《善女幽魂》,他在片中饰演的《灵彩神》这个角色,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形象,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 1988年,主演关锦森执道的电影《烟之扣》,凭借饰演的《十二笑》这个角色,第三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提名。 童年,张国荣获封影帝,1991年,凭阿飞正转摘下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头衔。 这部电影是香港文艺片的代表作品之一。 2010年,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评选的十大香港电影,阿飞正转为列第一位。 在片中,张国荣成功塑造了书仔姑傲伴益的浪子形象,书仔对镜独舞的片段,是阿飞正转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段落之一,亦是香港影史上的经典片段之一。 整部阿飞正转,用了大量笔墨来描繪书仔的性感,书仔尋舞者一情节的设置,也就成了一种仪式性的暗喻。 而张国荣的表演,恰好是对这一主题的深刻刻画,卡的表演,没有紧停留在导演级演员的对白与动作设计的层面上,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。 张国荣扬扬明国际,1993年,张国荣扬霸王别基,飞星国际影坛,获得法国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提名,日本影评人协会最佳男主角奖,以及第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特别贡献奖。 紫片亦获得法国坎城影展金钟女奖,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,和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。 作为一部享有世界级重要荣誉的电影,霸王别基兼具史诗格局与文化内涵,在底蕴深厚的京剧艺术背景下,展示了人物在角色错位,以及面临灾难时的多面性和丰富性。 片中,张国荣以形神兼备的演出,成功塑造了情蝶衣这一笔风魔不成活的角色。 这部电影令他在国际影坛背受触目,在海内外获得了高度评价,情蝶衣也成为流明影史的经典角色。 霸王别基不但在艺术上被国际影坛认可,而且发行上也获得了成功。 2005年,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了全球史上八部最佳电影,霸王别基是入选的四部华语电影之一。 美国时代周刊评价,霸王别基是20世纪90年代,中国最好的一部电影。 同年,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评选了影响中国电影进程的22部电影,霸王别基位列其中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。 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